來 停課 依對照準考證號碼 找到自己的座位 113學年度學測 將在20到22號舉辦 不過剛好碰上寒流來襲 學生穿衣服也有小巧思 我有查好耶 我今年的那個幸運色 是紅色還是黑色 長袖 然後戴外套 然後長褲 這樣 就怕會冷 週六開始東北季風增強 而週日到週四的清晨 寒流南下 溫度急速下滑 週二和週三最冷 台南伊北及伊蘭大約7到9度 高坪和台東大約9到12度 週四寒流減弱後 溫度會明顯回升 從週日之後 寒流逐漸南下 這一波影響的時間是比較久 會持續到週四的清晨 那另外在這一段期間 沿海的風浪會比較大 尤其是週日之後 要特別留意 新一波東北季風南下迎來今年 首波寒流 陽明山降雪機率高達75% 太平山和歡山和玉山降雪機率 都在85%以上 其餘各地海拔2500到3000公尺以上 也有降雪機率 週一週二除了寒流影響之外呢 水氣也是最多的時候 這一個區域在中部以北跟東半部都是有局部短暫雨 南部地區的山區也有一些零星雨 氣溫下降全臺有感 氣象數也提醒 寒流南下有結冰降雪機率 民眾上山追雪 還是要多加注意行車安全 三星新聞蔡宇志王培華